嗨 各位好 今天是8月30号周日 一般的好久没有做周日的视频了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讲 因为本周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周 非常重要的一周 因为大家其实上周也看到了 出现了一个比较怪的现象 就是UVXY和这个大盘一起涨 那么这个现象在今天的Zero Hedge里面说 是只有在Darkon的时候才出现过 而且大家知道 在Thomas在美洲华尔街讲了一个非常好的点 在这个周四的时候 UVXY的交易量达到了7300万股 大家看增加了115% 通常在底部放量意味着底部的来临 是吗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元指数等等 都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 那么是不是这一周就要跌了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苹果特斯拉将在明天将会分股 很多朋友说这个有啥关系 这个关系很大 因为希望大家明天早上一早就参加我的VIP 参加我的Crazy老王 独特的Crazy老王 是你找不到的Crazy老王 那么怎么去加入呢 可以加我我的微信 加我的微信 CrazyMrWin2020 或者打8009588561 不好意思 这个东西一直在转的时候呢 比较慢 苹果特斯拉明天将会分股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就是股子期货早上继续的高开 好像这个别人说这个股子期货涨了不多 涨了九个点 这个标普涨了8.75 但是呢 这又是一个新高 对这个标普来讲 如果按照维持这个水准的话 那么标普呢 将是新高 纳斯达克将是新高 那么可以看到我画的这根线呢 标普呢 可能还会往3542 或者3558前进 所以本周的前一个半周呢 应该是还是非常强的 从这个周日开盘 从我们现在 Brian或者说其他的老师来统计来看 大概80%到90%以上 周一都是上涨了 那么有些网站的说 这个周一可能是一个放空点 我个人并不觉得 并不觉得 那么标普是哪个点位呢 来看一下 好 大家点起来 加赞 加订阅 点赞 加订阅 加小铃铛 好 来我们看一下SPY的话 如果按照月线的话 它的一个上升的通道啊 还是非常的明显 非常非常的明显 SPY 如果我们按照SPY来计算的话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普呢 其实还有一定的一个上涨空间 大家可以看这个上升通道的应该到这儿才会结束 本周的一个拐点的将是周五的就业数据 这是应该下周一的是长假日 那么我们的南方Payroll呢 应该说这个数据会非常的不错 没有理由说咱们的就业数据会会有多糟糕 因为从现在的各地的这个疫情来看啊 九月份的将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 虽然欧洲的方面啊出现了反复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前香港啊 日本啊韩国啊都有一些反复啊 但是啊 八 这个在周五的南方Payroll呢 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市场在这个位置呢 啊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回落的风险 但是总体呢还是一个大涨的一个后市啊 在这个大选的人呢 整个的股市的还会是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标普的走势啊 我们可以看到标普的继续的啊 怎么样冲高 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啊 冲过新高以后呢 一路的冲高 你很难抵挡这种这种啊 态势而且提醒大家还是有上升空间的啊 如果都3512啊 3512往到3550 甚至3558啊 这种空间都是存在 那么我的线呢 是画在在3546这个点位啊 那么其实啊 这个这个这个线呢 我叫我叫做生死线或者多空线 那你超过这个呢 你就做多 往下呢 就做空啊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NQ 纳斯达克100的股市期货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纳斯达克100呢 是五支大股票啊 我们看到涨幅也不小 34.75上涨0.29 那从这个纳斯达克的走势来看 还没有 还是有上涨空间的啊 还是有上涨空间 在12255点 所以不要过早的预估了啊 市场会有这个 可能会出现回调啊 不要说啊 这个苹果啊 特斯拉啊 他们这个周五一开盘就跌啊 周一一开盘就跌啊 这个我倒反而认为呢 可能性会非常小啊 但是呢 本周随后啊 就不敢说了啊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回落 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 赶快来加我的 这个微信号参加 crazy老王 crazy属前 在我们的讨论区呢 有些朋友问 如果这是我的微信号啊 希望大家加一下啊 那么有些朋友说 他没有时间去炒股啊 那么可以有什么帮助 还有一些朋友呢 就说老王啊 是不是啊 我不做 我不做期权的 我做正股 能不能听到你 那我想声明一下 我做的股票呢 有股票 有期权 有option 很多朋友对option不大了解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完全很简单的 就不会超过这个买 买涨买跌的这个期权 不会有什么 stradle spread butterfly 因为另外我们有一个会员区 叫VIP齐全 有很多上课 上周五我们的上课呢 超过了接近300万 我们的会员参加了我们的讲座 那么我想要告诉大家 你要赚快钱 我的特点呢 我不是一个长期投资的 我不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收费页面啊 那我我长期投资 比如说 我让我2020五大牛股已经上涨了100% 2012就就更远了啊 那么这些呢 我觉得呢 如果你要长线投资 你就稍微跟踪一下公司 也不要随股票的上下而担心 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 欢迎来到 Crazy老王Crazy暑期 你就 如果你要做短线快速增值 就像老王这种没有钱的 想快速赚钱的话 那就要和老王一起奋斗 每天早上洗澡贪黑的啊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钱 才到市场上 为了钱才花那个八个小时 七个半小时 坐在那里 严密的监视股市 也盘钱做很多研究 就是为了钱 那这个钱就每一分钟都要去赚大钱 我们要尽量把钱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如果一只股票从5块钱涨到10块 又从10块跌到5块 又从5块涨到10块 又从10块涨到15块 这个叫长线投资 你可以持有 你可以耐心的持有 让时间 用时间去换空间 很多人说什么叫时间换空间 那你现在明白了 就是说你持有的时间越长 你的上涨的幅度会越大 但是crazy老王呢 是属于那种急着想要钱 又想很拼命 那么我们对市所有的行情 对于上次天文下次地理 的所有的美元指数啊 对于这个黄金啊 对于这个Apple啊 对于Apple分股啊 对于齐全呢 我们都有这个非常强烈的求知欲望 那么如果你是属于这批朋友的 欢迎来加我微信 crazy Mr. Wayne 2020 我会给你一个邀请码 明天来体验 好吧 你加入我以后呢 我们的有一个销售助理呢 会跟你联系 发邀请码给你来听 OK 我们要赚crazy money OK 当然我这个话还是那句话 我不能保证一定赚钱 市场有风险 入市去谨慎 这是我的disclaimer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NQ啊 就是纳斯达克100的 这个指数呢 还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那么在这个 信号没有出来之前 我觉得投资朋友呢 就不要啊 过度的担心啊 过度的 过度的去 过早的去预测这个市场啊 要出现这个大跌 今天还有一个就是GC GC是什么呢 GC是黄金 黄金这个走势啊 让我觉得呢 新的一浪要开始了 新的一浪要开始了 今天呢 这个黄金这个走势呢 已经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pattern pattern就是break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看到琼呢 到琼今天上涨了 接近七八十点 对 就接近八十点 那么他还有没有 上涨的空间呢 因为他的上涨空间 他没有创出新高 他的上涨空间呢 其实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那么前期高 我今天看了一些评论啊 说到琼是最缺乏科技 科技成分的一个指数啊 他和标普完全不一样 标普的里面的高科技 占了20% 当然苹果的这个 分股的将会对一定的影响 说完今天指数呢 我们说明天的一件早上八点半四点半的一件大事 就是分股 根据苹果的这个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四小时图比较常见的走势呢 很多朋友说老王这个为啥分股啊 这个分股有啥稀奇啊 这个并不代表这个股市要上涨啊 对吧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明天一大早呢 大家看到苹果不是499 而是除以四了啊 差不多100多块钱 那么这个图呢 是不会改变的啊 因为无论是他是多少价格啊 他的这个样子还是不会改变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苹果的这个图呢 是一种三角形的 啊 盘整 那我不排除啊 苹果呢 往上突破 如果突破这个点啊 比如说 呃 我们在这个点来说一下 505啊 那不排除就就就就直接上去了啊 那你就明天早上怎么样 他的最高的是515.12 505到500 这个15 而且可能连续多日的一个上涨 因为啊这个风骨以后呢 散户们们 他们在Robinhood 账号里可以可以买啊 便宜啊 那特斯拉也不排除 继续从这里走到这里 2357 甚至可能2500 对吧 啊 这种可能 所以明天早上呢 我认为啊 因为我是经历过这个2000年的 大抗 当时有很多股票 像雅虎啊 亚马逊啊 啊 等等这些股票呢 涨得特别快 我记得 啊 有一位美龄的分析师 Henry Budget 他说 这个特 呃 亚马逊啊 他当时是几十块钱的股票 说 啊 一年的目标涨到300 结果两星期就涨到300 啊 因为全民疯狂 那么 啊 这些股票呢 就从300 又一拆啊 拆完以后继续涨 这个通常在大抗是非常非常普遍 但是特斯拉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支股票 因为它的这个群众性啊 散户基础特别特别的好 像苹果就不一样 苹果有大量的机构持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Mark Smith 这是我一直希望大家啊 定的一个服务哈 来看一下苹果 它的机构持有仓位啊 是非常重的啊 所以苹果的 它没有特别的光环 特别的个人的明星光环 比如说苹果 它的management只有持有1% 而它的funk只有持有了29%啊 所以从苹果的这一个 这个机构持有度啊 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呢 而且苹果呢 在这个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通道来看的话 已经完全背离了 已经已经走出了这个地球啊 在火星精心上运行了 这个如果苹果回落到 比如说300多 那这个真正是买点 但是完全苹果已经是 脱离了地球的吸引力 那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的机构持股相对来讲比较少 原因在于说 机构它的买股的标准 它有价值 它的价值在于它的 看市盈率啊 等于像巴菲特一样 大家看management只有23% 而苹果的management 我听上去这个英文management 好像有点马来西亚新加坡啊 百分之一 这个苹果的百分之一 而fonds呢 确实不少 39% 所以我个人呢 还会要看 根据Markus这个信息呢 有点奇怪啊 有点奇怪 我还要再去调研一样 但是据我知道呢 这个苹果的机构持股 还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苹果的特斯拉 这个一分股以后呢 苹果的增长的幅度 和特斯拉的幅度 我觉得特斯拉 如果周一涨10%的话 应该是平常的 特斯拉涨20%是暴涨 应该会在5%左右 因为这个股份啊 明显稀释 现在5亿股啊 5亿股 好 然后呢 看苹果 这个就大了 这个就很难 很多朋友说 我不喜欢苹果 不做苹果 这个 苹果有一天涨10% 也是很吓人的 那么苹果的话 是42亿和42亿的 百千亿十亿 42亿 那再分四次的话 就42亿 160亿 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了 就是要全中国加上美国 要加上美国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 每个人买一股才能吃掉它 所以苹果的这个幅度啊 包括它的齐全啊 要做波段性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一点 好 最后一个呢 就说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那么很多朋友对美元指数的 可谓说不是特别的熟悉 因为看我们节目的都是 华人啊 华人啊 就是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那么他们相对来讲 对于美金的认识啊 比较淡 不像我们在中国的华人啊 在香港的华人 在新加坡的华人 那他们都知道美金啊 美金 那么美国的话 它美金 它就是不是特别的在意 但是美金在全球的这个地位 是非常大的 那美元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现在有一个 为什么我要扯到美金呢 根据这个Zero Hedge 的反应呢 就是他说 What's the behind last week unprecedented multiple in the weeks City Deal Explained 这篇文章呢 大家可以去这个Zero Hedge 去看 啊 那么有一句话呢 就是说这个VIX呢 好像创新高呢 以前从来没见过 啊 和大盘一起走 他说只有在.com 呃 四月份 三月份 2000年 爆 崩盘的时候呢 曾经出现过VIX 和大盘 啊 一起走 所以大家要注意哦 2000年三月份 曾经出现过VIX 和大盘一起走 那是不是意味着 下周大盘 也要像2000年 大抗一样 出现崩盘 啊 这个呢 值得大家注意 啊 刚才我讲了 7300万的成交量 在UVXY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DXY 啊 DXY 就是代表着一种恐慌 或者说美国的 这种一种 比较保险的一种资产 对吧 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避险的话 比如说打仗啊 啊 或者说经济危机啦 啊 或者地域政治啊 这些呢 大家都会去捧美元 那斯达克是什么 那斯达克是 大家比较 啊 认为市场会有 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啊 经济会繁荣 大家会去买那斯达克 因为有了高科技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美元指数呢 在三月份啊 曾经一路的大涨 为什么大家吓死了 吓死了 冠状病毒 随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美元的快速的下跌 啊 那他的走势呢 是不是和UVXY 出于一曲同工之妙 啊 几乎是非常类似 大家看这张图 三月份 啊 UVXY 一路的啊 上升啊 一路的上升啊 一路的上升 然后呢 狂跌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DXY 啊 DXY是24小时交易的 只要有汇率 汇市 就有 就有DXY 那么如果我们看DXY 其实他已经来到了 怎么样 趋势线的一个支撑 啊 有些朋友说 Overall总体来看 啊 这个DXY啊 处于是一种下跌 那么为什么美元会下跌 因为我们就像股票一样 不断的发行新的货币 造成全世界货币的 特别是美元的一个贬值 所以Overall DXY 有点像UVXY 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很多人朋友笑 就是说 这个美元啊 如果你拿在手上 是会越来越不值钱 啊 这个 这个从他的这个诞生 1989年 这个美元指数看来 啊 美元的购买力是下滑的 啊 那世界上有没有一种货币 不贬值的 啊 请各位说一下 没有的啊 没有的啊 人民币贬值 港币贬值 什么都贬值啊 所以你拿持有货币 就是在贬值 那么 美 黄金相对来讲 好太多了 对吧 好太多了 啊 现在有的人说 老王 你整天一摇 摇子 像北京人 有的太多了 东北人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 新加坡啊 各种各样口音都有 开玩笑 那么DXY啊 最近呢 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如果说你看到DXY开始暴涨的话 我就意味着UVXY要暴涨 好 那么今天呢 我想告诉大家 我所喜欢的两位专家 Larry Williams 他的预测 可以说基本上打90分 是我看到所有网红里面 当然他从来不武的 去YouTube 去讲啊 是我所有看到的 这个预测里面 最准的 那他认为呢 这个DXY要暴涨 还有呢 波浪理论 他们认为呢 这个下一步呢 就是美元要大涨 美元要大涨 这个让我想起了很多年之前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 我买了美元 当时美元 当时美元一路的暴跌 结果在伊拉克战争发起的那一天呢 这个美元大涨 那我赚了不少钱 从几百块钱做到三万块钱 只花了两天时间 大概两百块钱 好 所以这个啊 非常有趣 那么大家呢 也要注意 因为我也开始布局这个外汇啊 有些朋友问我为什么做外汇 因为这个美元啊 来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位置 有趣的位置 那么九月份啊 我认为啊 这一周啊 大家要注意 今天啊 明天呢 还是八月三十一号 将是基金换仓换股的时候 下星期 这个周二 后天呢 也是基金换仓换股的时候 所以呢 我认为呢 指数呢 还会继续的上涨 但是呢 随后呢 我们可能在Label Day之后啊 出现一个correction correction的原因呢 就是Larry Williams Larry Williams 指出的啊 这个由于版权的关系呢 我就 不说了啊 Advanced Decline Line 他很担心 他认为美国美元呢 将会有一波啊 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他是2020年Forecast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我要做一下证明啊 除了有一个一次 他有失误 其他大部分都是对的 这是他的一个 他自己画的一个 给股票 做一个算命啊 那他这一个阶段呢 9月中呢 可能会要调整 但是他会随时更新 每周一次啊 如果大家要订阅 他的服务呢 可以找Larry Williams 大概29块钱一个月 非常的便宜 大家看到穷指数 将去创出三万 这是他画的一个线啊 这个应该会到 三万四千点啊 因为这个Average of election 他这根线呢 是根据过去很多很多年的这个数据呢 做了一个预测 那么这个有点真的像大数据似的 我觉得大数据也就可能更精细一点 那么从这个走势来看 我们9月中呢 可能会有一个调整 向下调整呢 是很好的机会 我们有一些朋友呢 就希望 在高位做空 在低位的买进 再做多两倍啊 就像你设一个止损 如果五块钱是止损点的话 你可以设 你比如说你用五块钱的投资 然后你在五块钱跌到两块钱的时候 你可以设一个十块钱的止损 也就是说反手做多 如果这个股票跌到这儿 做多啊 那你就赚死了 那很多朋友说 哎呀这个老王啊 哈哈 你这个 你这个又疯了啊 你怎么知道这个低 这个高 那这就是crazy老王 办节目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要 去把钱用到最多的时候 不像长线投资 比如说我买了 Apple 500多 你认为它会跌到450 那很多朋友说 肯定啊 会调整啊 那就对了 那到450怎么办 我不动 OK 那这就是长期投资 如果你到四五百做空 恰恰你的方向都对了 跌到450 你不仅放了五万 啊 你就做空 然后你你不持股 对吧 你到四万 四四四百五的时候 反手做多十万 啊 啊 然后又到五百 来回遮成赚大钱 对吧 这也有索罗斯和巴菲特的一个区别 啊 所以美元指数呢 将是本周呢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 那很多朋友说 你上次曾经讲过一遇两次 对 你可以通过欧元啊 通过日 啊 美元啊 英镑啊 来获得一个 比较好的收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 crazy老王 crazy 啊 crazy数钱 这个微信啊 来参加 我呢 我给大家明天一个邀请嘛 你不能要忘记明天是特斯拉和苹果的风骨日的第一天 I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crazy 好吧 然后呢 你一定要参加 你不参加就是说明你没有欲望了 没有欲望 哪怕你是七十岁的老先生 你有欲望 也就是好 说明你的生命力的存在 我希望大家都有欲望 好吗 谢谢大家 祝大家今天的晚上愉快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